大家好,我是李空宽,今天是4月18日2017年,美国时间下午,跟大家聊两句朝鲜这个事。 首先我们讲一点历史。 现在北朝鲜这个问题成了世界的热点。 各大国都在朝鲜问题投入很大的关注力。 当然我们中国是在这个关注的中心。 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南韩都牵扯进来了。 这个北朝鲜这个局面啊,现在看来比较确定的是中国可能决定要放弃它。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可能要撕毁和北朝鲜的这个协定,就是把它出卖。 让美国,想办法让美国出钱出力,把北朝鲜淡掉,解除这个危险。 因为北朝鲜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核威胁,而且不听话。 所以习近平可能要把他放弃。 这就让我想起了宋遥关系。 在很早以前啊,就是在宋朝的北宋的后期。 这个宋朝呢,曾经跟辽国,就是又战又和。 最后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,赢得了一百多年的这个和平时期。 这个辽啊,说起来就是现在咱们现在的东北的辽宁省。 实际上辽可能它的这个影响范围包括朝鲜,包括朝鲜。 可能也有吉林的一大部分,有内蒙古一大部分。 这个就是辽的当时事实上,辽是北方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。 那个北宋都打不过他,所以被迫北宋跟辽签署了和平协议。 就说称兄弟,兄弟关系,互相帮助,不打仗,赢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。 后来呢,在辽的这个后边,就是在辽的北边,就是黑龙江这个地方,又出了一个金,金人。 就是后来这个打金国,金国珠啊,打金国他们。 这个金呢,就跟宋朝啊,就是远郊进宫啊,跟宋朝拉关系,先是拉关系。 那么宋朝呢,就起了窄心了,宋朝的皇帝想,辽还占着咱们多少多少个宫呢? 说这个,这个仇要报啊,就决定把辽给出卖了。 就是撕毁了协议,跟金联手。 帮着大金国把辽给灭了,这个辽国这个皇帝丁死之前啊,就是仰天堂教啊,说宋啊,被宋你们这些人啊,真是什么不是东西啊,背信弃义,撕毁协议。 结果怎么着啊,结果就是,真的是,最后,金跟这个,北宋,在这个联合过程中,协作发生,北宋的军队太没有战斗力了,太不卖了。 所以灭了辽之后,一转身就把北宋给灭掉了,等于是也替辽报了仇啊,所以大金国把这个北宋的首都给报了之后,把首都的,包括宫廷里边的金银财宝啊,美女啊,那些宫女妃子,甚至俩皇帝,全抓走了。 啊,一路,一路,一路,长度跋涉,从开封,啊,到了今天,今天黑龙江的这个,当时叫四方城,在黑龙江的这个北边的,很远很远的地方,挖了个洞上,往费台里边坐井观天,最后死在那儿。 那么金呢,啊,就是大金国最后就把北宋给灭了,那么北宋的皇室,啊,没有,就赶金大决,就有一个,有一个小皇子叫赵购,往南逃,渡过了长江,最后在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,那么大金呢,最后没有能力渡过长江去把它灭掉,啊,自己享受着,从中原掠夺的这个金钱美女, 想了好几十年的福,很快也就腐化墮落了,啊,这个时候蒙古又崛起了,那么蒙古人又把金给灭掉,然后蒙古人,啊,一鼓作气,把南宋给灭掉,啊,这样啊,中华民族的这个,所谓汉人的政权,就彻底给灭了了,啊,中国就亡了国,那么蒙古成了这个主宰,啊,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奴隶主, 那么当时蒙古人的野心,啊,可不仅仅是主宰,而是,他一下子打到了欧洲 蒙古人打到欧洲的时候,欧洲的,还是个,正处于,我们现在历史学家,管那段历史叫,中世纪的黑暗,啊, 那个时候是非常异味的,啊,非常,啊,这个,这个,教条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信基督教,啊,天主教,那么这当然是,蒙古军队是势如破竹啊,啊,这个,像基督工扫落叶一般的是, 打通了这个,欧亚大陆,欧亚大陆整个呢,版图全部归于蒙古人控制,包括现在的俄罗斯,芬兰这些地方,啊,都在蒙古人的这个, 这个,统治之下,而且建立了非常完善,稳固,呃,政权,啊,统治得很好,服务贴贴的,管他们服务贴贴的, 那么再后来蒙古人也堕落了,啊,堕落完事儿,死了之后,欧洲人就反思了, 蒙古人在欧洲死掉了之后,政权被推翻了,人被消灭的消灭,赶,赶走的,或者融化了之后, 欧洲出了一些思想家,啊,就是欧洲人想,我们这个白人怎么会这么倒霉啊, 来自东方的人怎么会忽然往灭呢,这是不是上帝要惩罚我们呢, 哎,那个时候出了一批善意思考的人,啊,这就是后来的出现了启蒙运动,啊, 有些思想家的思想得到传播,那时候正好也赶上了这个科学技术的,啊, 这就是活字印刷术得到了,呃,得到了这个普及,啊,就是他们发明了活字印刷术, 活字印刷术一开始发明这个技术的时候是为了印刷圣经的,啊, 但是实际上后来才提到了传播思想,就是图书的发行得到了,呃, 大大的提高,啊,很多人能读书能传播知识,思想, 就是在蒙古人统治欧洲的前后,啊,来自东方的很多技术,啊, 那些所谓奇迹银桥啊,好多窍门啊,技术,啊,传到了欧洲, 所以欧洲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,包括后来这个哥伦布, 有一些冒险家,啊,就去发现美洲,他用的那个地图, 嗯,都是蒙古人画的,啊,就是起码是蒙古人组织他们画出来的, 留在了一个地图,就是觉得世界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, 朝那个方向走,大家还能够到中国,啊,到中国有金银财宝, 有这个香料,啊,原来,呃,是这个, 蒙古旅行是这个目的,实际上因他阳错,被他才发现了美洲, 发现美洲之后,这在欧洲人当中,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发财的机会啊, 所以资本主义的这个非,非速发展是从发现美洲, 啊,讲的这个发现美洲啊,有一本书的提下, 就所谓的这个马可波罗,啊,这个邮寄, 这个马可波罗这个邮寄这本书到底谁写的, 咱们现在,哎,说不清楚啊, 就是他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给欧洲人讲故事的, 讲的都是天方夜谭的故事, 就是一个意大利人, 就像意大利人,跑到元朝,啊, 揍了一圈,啊, 元朝统治中国的时候, 还到什么苏州扬州啊, 这个从北京一直往南, 你想,揍了一圈, 看上去全是好东西, 这一下就把欧洲人的这个好奇心给掉起来了, 啊,激发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这个好奇心, 所以才后来有这个哥伦布啊, 要去看钱,啊, 实际上就是去中国, 只是说他走路走错了, 在海上走路啊, 照着那个航行图走出头去, 稀里糊涂到了这个中南美洲了, 所以是这么个过程, 实际上白人,啊, 欧洲人自从摆脱了蒙古人的这个, 啊, 殖民统治之后, 啊, 他们阴卡阳错的发现了美洲, 那么这个宗教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的作用, 啊, 是非常复杂, 这个得划分两头啊, 在美洲这边呢, 因为你想一开始来的人很少, 该人非常少, 啊, 到一个陌生之地, 啊, 求发展, 啊, 去开拓, 啊, 这个, 蓝史的这个, 这个空地, 啊, 这个人是很信教的, 都是比较天诚的基督教徒, 呃, 但是欧洲呢, 嗯, 不是这样, 欧洲是一直是从这个, 嗯, 文艺复兴, 启蒙运动, 啊, 他就是要一个破除这个, 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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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性主义, 啊, 保定这个信仰, 这个是个主流, 啊, 包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有这个政教分离, 看得特别重要, 由于这个欧美啊, 他这个还是信基督教是一个主流, 那么在基督教的发源地, 在以色列啊, 的这个犹太人, 呃, 这些人又特别聪明, 他们基本上是控制, 呃, 控制了美国的主流吧, 啊, 政治啊, 经济啊, 新闻啊, 他的思想的东西吧, 基本上是, 意识在了, 基本上是被犹太人控制了, 所以在美国主导下的这政治呢, 总是摆脱不了中东那些破事, 啊, 和这个, 和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冲突啊, 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啊, 啊, 这个要保护伊斯兰, 这个当然都是对的, 从他们角度来讲, 那么但是呢, 他们就于在处理亚洲这个事, 的时候啊, 尤其是像朝鲜这样的事, 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一个比较宏大的历史视角, 所以包子给这个, 嗯, 川大爷讲了十分钟的朝鲜, 把川大爷的, 本来这次川西会啊, 啊, 是, 呃, 这个, 这个包子来了之后, 啊, 这个, 因为包子来之前啊, 我们推测一下, 应该是已经, 啊, 谈谈的, 已经谈错了, 啊, 中国基本上, 要, 要配合美国, 那基本上要, 跟美国结盟, 啊, 就是放弃北朝鲜, 就所以说让我想起来北宋的后期, 北宋的末年, 呃, 跟金国结盟, 然后要放弃和这个辽国的这个合约, 就是要把辽国消灭掉, 是这么一个, 这个实际上是归异的啊, 这个是归异的, 啊, 就说, 啊, 但是这个东西啊, 咱们中国人啊, 啊, 我相信包子是知道这个事, 哎, 他身边的这么多毛事嘛, 应该跟他讲讲这个基本的历史常识吧, 中国的, 那么, 川普也肯定是不懂, 因为川普也听高讲十分钟, 一下就停下了, 但是川普有川普的办法, 啊, 川普是一个谈判高手, 他不会去亏人, 啊, 你看他这个, 他们在吃蛋糕的时候, 啊, 川普就说演了一个, 演了一, 呃, 一个戏嘛, 就说, 就是轰炸这个叙利亚这个事, 啊, 就是, 他们吃巧克力蛋糕的时候, 啊, 川普等于是逼着习近平表态, 那么, 信心不可能反对啊, 对吧, 虽然说作为国家政策, 作为中共的立国之本, 他就是要跟美国作对, 你看, 他的外交部发言人一段是, 呃, 是不支持美国大以色列的, 而大这个许利亚的, 他一直是跟俄罗斯对这种配合, 在联合国, 在国际上制约美国, 就让你美国在这耗着, 啊, 你就谈, 谈, 谈, 你谈一百年也解决不到问题, 反正你打, 啊, 中国不支持美国打, 但是在宴席上, 高子就没办法, 只好说, 所以这个赵王赤高这个新的成语啊, 就类似于在红门宴之下, 那刘邦队向于逼着, 啊, 说人的话, 哈哈哈哈, 但是这种类似, 呃, 赵王赤高状态下说的, 这个是那一万个理由, 一千个理由, 搞好说美国, 这都是微信的话, 并不是他在真心话, 他一旦脱离了这个红门宴之后, 他该干嘛干嘛, 啊, 所以习近平这个, 呃,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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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谱的, 这个关系是, 绝对不是那种铁门门的关系, 就是一种互相利用, 习近平不是跟他说要一百天吗, 或者三个月, 实际上说, 呃, 就是跟川大爷说, 你先别给我捣乱, 你你给你啊,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十九大, 你你一切东西, 你再给我一百天时间, 等我把十九大的这个布局这些事, 我搞定了之后, 你在弄真格的, 所以是这个东西, 有求于川大爷, 川大爷呢, 啊, 川大爷呢, 呃, 他当然不会在乎你细极, 这个十九大能不能, 啊, 守住这个位置, 川大爷所需要的, 就是要想办法说服美国人民, 你看我尽了一切的和平努力, 我把中国的总统都请到了我的庄园里来, 求他, 啊, 给他配合, 有和平的办法也好, 有武力也好, 反正, 咱们要把北朝鲜这个危险给他控制住, 啊, 川大爷需要的是, 中国的一个口头的一个承诺, 可以忽悠美国选民, 就说你看, 和平手段都错了, 啊, 那和平手段是解决了, 给朝鲜的问题的, 最终是要打仗, 那么川普身后都是将军, 都是军舰人士, 都是军火商, 他们都愿意打仗, 但是跟美国民主制度之下, 打仗要有理由, 要有公共理由, 打仗, 基本智慧就是说, 在打仗之前, 必须是把所有的和平的手段全做尽, 那么高自来就是做这个事, 习近平访美之前, 我曾经做过一个音频, 啊, 当时就是判断, 啊, 是从海南新闻网播出的一段新闻, 啊, 一个视频新闻, 啊, 揭露了这个金家王朝在中国有大力的身款, 有到处有豪宅, 啊, 因为中间不允许的播这个, 啊, 就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放弃非朝选了, 那我当时那个音频就说呢, 啊, 真正解决非朝选问题, 中国的最大利益,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的话呢, 应该是自己解决, 啊, 就是新年贺赐当中, 魏京生先生给, 给一个讲话, 给习近平说, 啊, 你自己派兵, 就是, 就是入侵北朝鲜, 把他和事实给他控制住, 给他拙了, 啊, 就是废掉他, 把他追翻了, 这个是真正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, 习近平防美呢, 是四月初, 啊, 四月五六号, 啊, 我在三月底, 三月二十几号的时候, 二十五六号的时候, 曾经做过一期音频节目, 啊, 是宏宽推墙四十二期, 啊, 是讲北朝鲜的问题, 啊, 当时啊, 啊, 我的判断, 是中国决定放弃北朝鲜, 只是说他用什么方式去放弃, 我们不知道, 而且分析了中国放弃北朝鲜当中, 啊, 所背负的负担和不得已它的难处。 习近平防美之前, 我曾经做过一个音频, 啊, 当时就是判断, 啊, 是从海南新人网播出了一段新闻, 啊, 一个视频新闻, 啊, 揭露了这个金家王朝在中国有大地的存款, 有到处有豪宅, 啊, 因为中间不允许的播这个, 啊, 就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放弃北朝鲜了, 那我当时的李英平就说呢, 啊, 真正解决北朝鲜问题, 中国的最大利益,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的话呢, 应该是自己解决, 啊, 就是新年克服当中, 魏杰盛先生给, 给一个打话, 给习近平说, 啊, 你自己派兵, 就是, 就是入侵北朝鲜, 把他合适时给他控制住, 给他拙了, 啊, 就是废掉他, 把他推翻了, 这个是真正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, 也符合北朝鲜人的利益, 就是让北朝鲜人走中国式的, 啊, 所谓的吧, 社会主义道路, 但是, 这个需要习近平有相当的政治矛略, 和担当的勇气, 这个习近平这个, 从他的性格看, 他没有这个智慧, 他智慧不够, 他也没这个本事, 啊, 这个得需要有点雄太大略, 他就是, 他那么一点, 所以他到美国来, 啊, 去, 护这个川普的这个家宴, 啊, 这个, 就说明他自己解决不了北朝鲜问题, 他自己不想解决, 他还是想拿个小公平, 让美国出钱出力, 啊, 去, 去打这个辆, 解决北朝鲜问题, 他最多是打个配合, 啊, 他还是, 他还可能做梦, 想在北朝鲜那儿, 呃, 再闹个好人, 啊, 希望, 跟北朝鲜, 你看我, 我也帮你了, 我也帮你了, 我让美国人打你, 打得下手, 别那么狠, 他可能, 这都是白人做梦, 小聪明在大事上, 是永远赢不了的, 大家记住这一点教训, 讲到小聪明, 我看到国内媒体, 中共官方的媒体, 呃, 讲到说他在斡旋, 呃, 美国和朝鲜谈判的过程中, 啊, 呃, 白自己花了咖啡钱, 提供了场所, 也没收费, 哇操, 他是, 呃, 这是, 完全是小市井小民的那种, 强调了, 这个让人不齿啊, 作为一个国家, 真是让人笑话, 北朝鲜为了愚弄自己的老百姓, 那么他编了很多东西, 啊, 就是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, 包括从古零年开始, 所谓中国的抗美援朝, 中国是死了将近百万的人, 啊, 这是放弃了国家的发展机会, 啊, 放弃了这个解放台湾的机会, 去打了这场朝鲜战争, 结果呢, 老毛这个傻递说, 存亡齿寒, 啊, 说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, 存亡齿寒, 你看现在, 中国大陆的这些闹, 咱电视连接, 就讲到这寒乡, 老毛最后排版的时候, 人一的理由就是说, 存亡齿寒, 我们都能让北朝鲜落到美国人的手里, 啊, 落到美国, 我们也完了, 存亡齿寒, 实际上呢, 这也是假的, 老毛这样的一个佳话, 当时不存在, 存亡齿寒这个成语, 啊, 这个条件, 啊, 可是话说过来了, 人家北朝鲜也知道啊, 你看说你存亡齿寒啊, 你到这儿打仗, 说的还是对的你中国人自己啊, 你不是真的帮我, 现在北朝鲜越来越不听中国的话, 啊, 它有很多, 呃, 迹象表明北朝鲜不受中国的指挥, 啊, 虽然有契约精神, 但是意识形态上已经渐行渐远了, 北朝鲜实际上是, 看不上中国这套社会制度的, 北朝鲜说中国就是中修, 就像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说, 就骂苏联一样, 说苏联是苏修, 是这么一个东西, 因为北朝鲜的人民已经, 他也是愚昧的嘛, 他就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, 实际上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极端了, 发展的2.0, 3.0的更新版本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状态, 人民高度比愚昧, 那么所有的国家资源全部都控制在朝鲜劳动党的手里, 人民没有任何发言权, 那么劳动党就是控制在金家手里, 金家就是要编造一切谎言来维护他的统治, 包括中国是敌人, 他说中国抗美党是假的, 所以从这个遵守契约精神的角度来讲呢, 一旦朝鲜发生了战争, 尤其是外敌来亲的时候, 中国政府还有义务按照那个条约去帮人家的, 这真的是有义务, 你否则到这个契约精神就扯大了, 你作为一个国家, 你有契约你不遵守, 这国家的地位就非常低, 美国之所以现在对北朝鲜这个事着急, 就是因为美国跟南韩之间, 他有一个契约, 他要保护他的和平, 现在北朝鲜去老是骚扰人家南韩, 老是想去打人南韩的主意, 那么美国当然要着急, 美国就要管这个事, 美国管这个事是契约精神, 是在执行契约精神, 这是现在人类的主流, 就是要遵守契约精神, 你现在中国你看这个被动, 一方面给北朝鲜还有契约, 你要保护人家, 另一方面又管不, 但是这个需要习近平有相当的政治谋略, 和担当, 勇气, 老毛边这个沙坝, 老毛齿涵啊, 这个完全是骗中国人的, 他要动员中国的人民, 去捐权, 捐人命, 去到朝鲜去卖命, 去死人去打仗, 去当炮灰, 当时啊, 中美的这个武器的差距, 就已经拉开了, 人家那个美军的就是, 你想那个连销战, 咱们光知道, 中茂云的草丛林被活活烧死, 咱们不知道为什么烧死, 咱们为什么不去烧美军呢, 对吧, 当时这个是不得, 这个美军杀这个中国人, 这个和朝鲜, 那就是叛藏取物一般, 那杀真的太, 太顺手了, 杀了美国人就觉得, 哇塞, 再杀一些的话, 美国人民不同意了, 这个反战了, 所以说这个纯隆词涵啊, 完全是有谎言, 但是呢, 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, 来为这个谎言, 背叱了一个沉重的负责, 中国现在, 是在为毛那个时候, 五十年代, 发现了那个迷人大谎, 在付出沉重的代价, 把中国这个国家, 在朝鲜这个问题上, 陷于极其配奋的地步, 对内不能够给老百姓说清楚,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, 对外, 被这个川大爷戏弄的, 玩出这种赵王吃猫的这种局面, 被人家羞辱, 这个国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, 在国际上, 因为全世界的政治家, 全世界的人民都看了眼里, 你习主席, 英文叫习总统, 是个什么玩意儿, 你就是一个小丑, 你是一个蛮木, 这个川大爷拿你这下耍猫一样, 根本就不尊重你, 说你彭丽媛, 你知道川大爷说彭丽媛是什么呢, 当面赞美他, 周术是一个人, 但是他就是名人, 川普当总统之前曾经搞过选秀, 玩的就是, 就是Celebrity, 玩英文, 这个英文这个Celebrity啊, 它是个中性的词, 不是个好语词,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, 咱中国就这么说吧, 他赞美, 当面赞美彭丽媛, Celebrity是, 彭丽媛应该, 果然大怒, 我老娘不是Celebrity, 老娘是她妈的第一夫人, 那应该这么说, 就对了, 因为为什么呢, 你像什么, 这个奉姐啊, 这不是Celebrity啊, 你知道吧, 多了, 这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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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不出她的尊贵来, 只是说,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, 但是这个, 知道, 好多是, 这个, 这个好事不出门, 这个坏事谈真理啊, 好多是因为统文, 大家都知道它, 这都算Celebrity, 所以说这个, 这个用词啊, 如果是人家有人分析啊, 说, 如果是川普真心的尊敬, 尊重同学员的话, 应该说它是Diva, D-I-V-A, 是零的, 但据说, 公开的, 川大爷没有当面表扬同学员是Diva, Diva就是说, 美妙的歌侯啊, 他这一唱歌的话, 咱们中文讲, 饶梁三日啊, 听着这个意思, 就是他一唱歌, 全部去接口, 全部淘汰, 把这个说实在的呢, 要是用在彭丽媛身上, 那到底还算, 恰如其分, 但是真正在这种场合见面, 不应该, 表扬彭丽媛的这个, 这个作为一个艺人, 特别优秀的地方, 更多的应该表现他, 表扬他作为一个, 习近平的一个配偶, 习近平的一个伴侣, 习近平的一个助手, 习近平的一个配偶, 表扬他这方面, 又是品质才是恰如其分的, 这个, 结果呢, 川普当时习近平的, 说他, 你是个知名人士啊, 你是个名人啊, Celebrity。 川普啊, 这个大嘴巴, 用词不考究, 但是呢, 他是个性情中人, 有的时候说的话呢, 还真的他就是心里这么想的, 所以从他对于这个, 成员的当面的这个, 这个这个表扬啊, 就能看出来, 中国的这个, 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总统和第一, 或者在他心中是个什么位置, 虽然说好吃好喝, 好招待着, 在自己的豪宅里面享福享受, 吃个世界上最美妙的蛋糕, 这是他自己说的啊, 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, 然后所以留下了这个赵王吃糕的这个笑饼, 但是他内心里面, 没有把这两口子当成一个真正的朋友, 特别尊贵的客人, 只是说, 我用你一下, 我要用你向美国人民说一下, 我已经穷尽了一切和平手段, 我要打仗下一步, 我们下面接着讲哈,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, 难道说这个这次川席会, 除了留下一个赵王吃糕的这么一个新的成语之外, 就没有任何收获吗? 也不能说没有啊, 那个, 就是关于这个货币操纵国啊, 包子走了之后, 川大爷在电视上接受记者采访, 现身说法就说了, 这个说我们现在有求于中国啊, 希望他们帮助我们解决朝鲜的问题啊, 那我们有求人家, 我们总不能说人家是这个贸易操纵国啊, 不能说一边跟人家谈判, 求着中国帮助我们解决北朝鲜的问题, 同时还要说人家是贸易操纵国啊, 就这么一个说辞, 这是包子得到一点好处, 其实天底人都知道, 中国当然是贸易操纵国, 这个如果中国不是贸易操纵国的话啊, 那就那就没有一个国家是是这个贸易操纵国了啊, 大家注意哈, 4月1号那天, 也就是说在包子启程访问弗洛伊达四五天的时间吧, 4月1号啊, 中国突然之间腾空出世在愚人节那一天, 抛出了一个雄安新区的新创意, 啊,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, 这个啊, 很多人有各种解读啊, 绝大多数包括任志强啊, 都说他是肯定是要失败, 不可能成功, 但是没有人指出来, 这个实际上是包子啊, 他的团队给川大爷造的一个烟雾弹, 为什么呢? 川大爷赚钱就是靠搞房地产啊, 他是这个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个, 一个, 呃, 地产商嘛, 那么川大爷作为一个地产商不可能, 呃, 不关注啊, 这个包子的这个雄安新区, 这个新创意啊, 那个可能会产生一些非非之想, 啊,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, 包子抛出这个雄安新区也未必就是说, 非要把它做, 做多少是多少, 能骗多少有钱人啊, 最好全世界, 最好这个川普的女婿也带着钱来投, 投到这个雄安新区来, 但是一块块钱吧, 那么, 呃, 中国啊, 过去三十年前之所以所谓崛起, 那么唯一的成功的啊,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, 就是一个房地产开发, 就是盖了很多大楼啊, 怎么盖起来的, 这个以后, 我们请这个历史学家可以详细研究, 可以可以可以写出好多篇, 呃, 经济学, 呃, 财政, 财经学的这个论文了, 怎么盖起, 三十年不到时间, 盖了这么多房子, 根本不不下, 那么实际上, 呃, 中共啊, 呃, 就是觉得这套东西呢, 还可以通过一带一路, 搞建设, 盖房子, 搞基础设施的建设, 还可以向亚洲啊, 各国啊, 推广啊, 这是, 这是自己觉得露眼的东西, 不服务, 我就请一个代表堂, 你让当, 到中国来看一看吧, 我的大楼不是, 那个, 你说北山广山的大楼城市的面貌, 那比美国一流的城市, 比纽约, 洛杉矶, 旧金山要好看多了, 啊, 这个是事实, 眼见为实啊, 啊, 这个, 啊, 这是共产党创造的一个人间奇迹, 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土地吧, 他是世界上最大,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大地主, 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, 那么这背后的这个金融运作, 啊, 就涉及到贸易操纵, 好不好, 就涉及到这个金融, 啊, 货币操纵, 啊, 他把这个人民币啊, 跟这个美元汇率啊, 盯上了美元汇率, 美元升, 我就升, 美元降, 我就降, 那么这一下呢, 啊, 对于美国到底是好还是坏, 实际上美国的学术界, 美国的政界, 有不同的看法的, 这个各有各的说法, 我本人啊, 也请教过斯大夫大学, 呃, 专门研究金融的这个博士生啊, 我请教他, 认真请教, 我说这个到底中国的这个汇率, 呃, 升了降跟美国是个什么关系, 对谁有利, 对谁不利啊, 他哼哼唧唧, 他也说不出来, 所以实际上这个事啊, 是, 是看你完全站在谁的立场上, 那么川大爷在竞选的过程中, 啊, 一个想让的口号就是谴责中国, 说中国是贸, 就货币操纵国, 啊, 吸干了我们的工作机会, 把我们的工作都给搞丢了, 啊, 中国搞了这么多工厂, 成了世界加工厂, 盖了这么多大楼, 啊, 这个, 呃, 他们的机场修的比我们纽约的机场还漂亮, 还现代, 还好看, 这个可能表面上看是事实, 应该上确实如此, 那么中国共产党啊, 他是怎么盖楼的呢, 他盖楼其实很简单, 他就强征了, 这个地说出来, 反正不属于私人所有, 横端你祖宗几代住在这个店, 啊, 你这个房子, 日本人来不敢拆, 清朝人来不敢拆, 明朝时就是你祖上去买, 你住这儿, 现在不行了, 啊, 82年宪法大帝一徽, 没经过人民同意, 啊, 土地国家所有啊,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, 实际上啊, 谁所有不重要, 关键是不是你所有, 共产党一基地的价钱, 啊, 6万块钱一亩从你手上收过来, 他一转身, 啊, 6亿美, 6亿块钱一亩卖给开发商, 开发商在上面盖了高楼, 高楼大厦, 然后几千甚至几万块钱一平米, 卖给能买得起房的人, 啊, 卖给投资人, 啊, 卖给那些投机的, 炒房的人, 啊, 就这么做出来的, 那么这个背后, 能玩的赚这个东西啊, 需要资金断链啊, 啊, 这个所谓资金断链要远远不断的有资金提供, 谁提供啊, 中国人民银行, 这就是中国比较牛逼的地方, 银行是国家所有, 中国的银行放多少坏贷呃贷款出去, 永远不会垮, 永远不会破产, 永远不会支不抵债, 啊, 它可以永远远远不断的印人民币, 啊, 你注意啊, 如果, 啊, 一方面中国可以远远不断的肆无忌惮的, 又, 又, 有, 有想法, 有欲望就印人民币, 啊, 同时呢, 要保持这个房价不跌, 那政府呢, 啊, 维持一个高的房价, 你建卖不让卖, 卖不掉, 不让交易, 不允许交易, 那这样的话呢, 中国人, 实际上, 字面上, 账面上的财富, 就可以买给美国了, 总有一天, 啊, 这叫贸, 这就叫货币操纵国, 啊, 你设想在那说, 中国实际上北商广深, 用不了几年, 北商广深的财富, 一盒加出来, 算算账的话, 他, 他在那个字面上那个钱, 换成美金, 就赶上美国的总体财富了, 这开玩笑, 你想美国能同意这么做吗, 这就叫贸易操纵国,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, 啊, 那么真正从这个, 啊, 这个贸易, 这个货币操纵当中, 啊, 得力的, 就是那个能够得到远远不断的, 国家银行贷款的, 这些大地产开发商, 这些大地产开发商, 像什么郭文贵啊, 像什么玩金融的, 像什么肖建华啊, 这, 他们都是白手套, 他们都是五百个赵家, 赵家族啊, 所谓赵王吃高, 啊, 就是赵王他背后有个赵国啊, 赵国是用五百个公共高干家庭组, 成的呀, 啊, 他们雇了专业人士给他白手套运作, 所以说这个货币操纵, 让人民币紧盯美元汇率, 啊, 然后呢, 啊, 通过土地, 掠夺, 通过强财土地, 以极低的价格, 以六万块钱一亩收农民的地, 以转身挂牌拍卖, 卖给开发商, 那么开发商抢这块地, 那么他可以抢到六亿块钱一亩, 那么他抢了十亩就是六十个亿, 六十亿这个钱也不是他的, 他说银行贷的嘛, 银行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他, 啊, 然后他盖起大楼来, 啊, 那么盖当然是高层建筑, 最后一算账, 大家都有钱赚, 啊, 银行也不用担心, 银行不担心坏账的, 啊, 银行是永远不会破产的, 啊, 因为一旦银行钱都转不开的时候再印啊, 啊, 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的经济奇迹, 说穿了就是这样, 啊, 这就是我们天天看到的强拆血拆, 啊,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像宁京国这样老人, 啊, 江西赣州的这个宁京国, 他的祖宅被副乡长带了一伙人来给他拆了, 啊, 拆了之后农民没招啊, 你跟谁讲理啊, 你到哪儿去说理去啊,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仿民, 那些大城市的像北京沈阳啊, 上海的仿民, 还有机会, 啊, 千金万苦, 辗转了万水千山, 能够到美国来, 他们这帮人呼吸起来, 看着国家领导人来仿的时候呢, 用中国最全传统的那个上仿的办法, 拦轿子, 就是拦他们的车, 因为过去啊, 啊, 这个在封建社会, 皇权时代, 最最最最中说了算的人有冤屈一级一级的上仿,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法治, 啊, 最后说了算的是皇帝, 你如果把状子递, 递到皇帝受伤, 假设皇帝是不知情的, 皇帝能解决, 问题是你认为习近平, 啊, 不知情吗? 习近平当然知道台前是怎么回事, 啊, 实际上, 啊, 这个, 一年半以前了, 啊, 就是2015年9月25号, 啊, 习近平访问华盛顿的时候, 那个时候还是奥巴马的时候, 啊, 李焕军, 啊, 马永田, 啊, 他们在华盛顿, 美国首都华盛顿, 国务院驻地附近的一个街上, 截了习近平的车, 习近平那个车队制造了很大的混乱, 后来习近平派了两个贴身随从, 下来, 到大街上接见了仿民, 啊, 认认真真的听取了他们的冤情, 把材料都收上去了, 这个我本人是在现场的, 我拍了六张独家照片, 啊, 习近平的两个贴身随从, 接李焕军他们的素质, 当时以为, 啊, 这两个人答应的很好说, 短正给你反映上去, 啊, 呃, 当时以为有一线希望, 总算惊动了习近平, 把这个冤情递上去了, 结果一年半下来又经历了无数次, 这些访民还是这些访民, 啊, 当然访民越来越多了, 在美国, 还是在到处追, 拦截啊, 习近平的车队, 这次最新的是, 到这个福利达, 啊, 也拦截他们车队, 其实这个中国的访民拦截车队啊, 对于美国是无辜的, 美国人民不理解这个事啊, 你等于是给美国的这个警卫, 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, 给他们的法庭, 经过的额内, 因为你要走, 最后要逮捕你, 要走美国的司法程序, 这是对美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, 呃, 川大爷就是哭笑不得, 美国的各级, 呃, 警察呀, 法官呀都哭笑不得, 觉得还有这样子, 你想想川大爷能尊重包子, 他们两口子吗, 关于这个存亡齿寒的这个宝言啊, 呃, 抗美援朝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教科书也好, 记录片也好, 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电视连续剧当中也好, 不断出现, 其实这个存亡齿寒完全不适合1950年那个时候,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, 呃, 实际上, 金日成发动了戏略战争, 呃, 他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鼓舞, 呃, 中中共产党消灭国民党的这个军队, 得取中国大陆的江山如此容易, 主要是因为美国, 呃, 二战之后, 呃, 呃, 写代了, 他的中国政策是失误的, 有严重的情报失误和战略失误, 所以, 中国共产党, 呃, 老子宗打败了老奖, 呼噜了金日成, 啊, 美国是不管, 呃, 河河扯寒是假设, 啊, 美国帮着南朝鲜, 干掉了金日成, 整个朝鲜半岛统一在南韩, 也就是美国影响下, 美国有可能会进攻中国, 其实这完全是扯淡, 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, 所以这个河河传啊, 就毛泽东发明的一个谎言, 骗了中国人, 骗了几十年, 真正的压力, 就是毛泽东, 啊, 出兵朝鲜的, 是斯大林, 是苏联, 啊, 不是说出于中国的战略利益, 啊, 或者说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, 完全不是,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, 把宝贼压在苏联那, 折承苏联保持一个好的哥们的关系, 能有的关系, 比国家利益还重要, 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, 现在回头一看, 啊, 沉浪词涵, 啊, 这种说话这种宣传, 谎言害了中国自己, 今天由于中国是谎言治国, 所以说受谎言破坏, 啊, 中国人民在对朝鲜关系上, 没有任何发言权, 也没有任何影响力, 更没有任何丝毫的作为, 包括中国民间的企业家, 像过去曾经有一个从荷兰回来的一个家伙, 叫什么我忘了, 叫什么杨斌啊, 认了金正日做干爹, 搞了个新一周想搞经济特区, 后来不是给中共给炭了一个变化国家政权, 啊, 什么出卖国家机密什么, 还在坐牢呢, 就是民间, 啊, 你像这个美国的联邦国家, 他这个疫情看上没有任何障碍, 民间老百姓之间的交往, 冲婚啊, 留学啊, 做生意啊, 都是正常的, 唱功的, 老百姓受贿, 我们, 我们跟北朝鲜的关系, 我们中国老百姓不受贿, 啊, 你一个现在咱们年轻人当中缺姑娘, 你一个小伙子娶一个朝鲜姑娘, 现在中国的势力男金眼很多, 缺姑娘, 你如果是中国跟朝鲜的关系畅通的话, 啊, 那我可以利用国家的优势啊, 啊, 让我们的小伙子到北朝鲜去取他们的美女啊, 把他们的好看的姑娘全去取过来啊, 那这是正应该做的, 要不然盟国有个屁用啊, 要这个盟国成一个拖类, 对不对啊, 你看人家这个日本啊, 韩国啊, 菲律宾啊, 这些美国的盟国, 这姑娘好姑娘都嫁到美国去了, 都被美国烧火给捞了去了, 那是应该的吧, 否则我一个大国, 什么叫大国啊, 这就是大国的优势, 啊, 现在中国跟北朝鲜, 这个关系极其不正常, 啊, 说起来是当着北朝鲜的, 国际上扬名立案啊, 给他啊, 中邀, 可是世界上中国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实惠, 就是因为啊, 这个谎言治国, 两国关系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, 美国, 英国, 你看人家的联邦国家, 他的, 他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, 他的社会制度是接轨的, 我们跟北朝鲜啊, 也是接轨的, 北朝鲜相当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啊, 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再疯狂十倍, 就是现在的北朝鲜, 就是他娘里完全走不出这个文革的那种疯狂, 那种巅峰的疯狂状态, 我们已经改革三大了, 我们已经改革了三十多年, 我们已经很多方面和文革完全不一样了, 跟北朝鲜呢, 就恋上咱们的文革了, 他特喜欢老毛那一套, 他这个和平演变, 现在看来北朝鲜, 你指望北朝鲜通过和平演变, 改革开放, 走上走到中国的今天, 我不是说走上南韩那个那一天, 走到中国今天都是绝对不可能的, 需要两个条件, 一个是公平政变, 要不就是一场战争, 那么一场战争的话就是外敌务心, 要不就是美国侵略他, 美国侵略北朝鲜, 但是这个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, 他要做这个决定嘛, 需要很多条件, 现在条件还没凑齐, 那么要不就是中国侵略他, 中国侵略他的话呢, 中国倒是个专制国家, 倒不需要人民同意, 如果是有一个汉武帝, 这个永恶帝, 这样子有熊财大略的帝王的话, 他一决定老白一拍马轮, 把北朝鲜解决了, 那是可以办的, 沦田一看包子这个窝囊费, 他是通过这个复淘汰机制, 选出了这么一个最高领的人, 他没有这个熊财大略, 他第一没这个远光, 第二没这个才能, 去武力解决北朝鲜的问题, 其实中国如果是以咬牙, 出兵北朝鲜, 国际上不会反对的, 联合国可能也不一定有人反对, 跟美国关系还搞, 这个中国努力解决财务问题是, 2017年, 这个新年, 为基斯先生发表了一个谈话, 实际上是给习近平出了一招, 让他出兵, 这个解决北朝鲜的问题, 这个会给中国在各个方面争取主动, 在这个三月底, 我曾经做回一期《红寒追详》第42期, 稍微详细的解释了一下, 这样就不讲了, 我是觉得呢, 现在这个, 北朝鲜的变局, 现在看来和平演变, 就是下半个功夫, 这个川西会又增取了90天的时间,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, 90天之后一切照旧, 这90天还是和平残谈, 通过中国施压, 通过中国斡旋让北朝鲜放弃他的核武设施, 这是不可能的, 90天之后我们再看, 上面有个口误, 中国出兵不是解决台湾问题, 台湾问题是同族不要刺杀, 还是要和平解决, 是说中国出兵武力解决北朝鲜的问题, 基本上把他的政权端掉, 或者是首先要把他的核武器给他控制住, 夺走了, 也别销毁了, 就成为中国拥有了, 反正好多费件也是中国提供的嘛, 然后呢, 还可以在朝鲜族当中选一个军年才俊, 逼着他搞中国式的假民主吧, 就是跟他们的金家也好, 嫖家也好, 搞一个能战的小伙子, 对中国关系做好的这个, 然后扶持他一个政权, 然后宣布, 这个北朝鲜享有中国特区的这个特别待遇, 就是他们北朝鲜人可以到中国来打工, 求学, 做生意, 不需要签证了, 中国人也可以到北朝鲜自由旅行, 中国的赵家这500个家族可以带着人民帝, 到中国去搞房地产开发呀, 这个北朝鲜也有很美丽的海洋线, 都是会非常宜居的, 尤其是夏天住那儿非常爽, 非常好, 那么北朝鲜的年轻人都到我们这个东北来打工了, 也可以到西南那儿去打工, 我们中国人年轻人也可以到北朝鲜去创业, 就是让他跟中国实行一样的制度, 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, 就是这就一下解决了北朝鲜的问题, 这样的话, 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反对, 因为他的核武器已经被中国控制了, 反正咱们中国过去, 也核武器都搞成国家已经认可了吧, 也会可能逼着中国再销毁呢, 甚至是流氓个大呀, 我们也就认你的, 小流氓就必须要把它干掉, 你不干掉它, 它要命啊, 上面又有一个口误啊, 是说中国出兵北朝鲜, 端掉金家王朝, 逼着他上层建筑, 改, 然后让他实行中国的制度, 扶持一个亲中国的政权, 相当于让他享有中国特区的待遇, 所以包子不要搞什么雄安特区了, 那是扯淡, 最后把白洋店也毁掉了, 就搞一个朝鲜特区, 朝鲜特区, 作为一个中国的特别行政区, 给朝鲜的年轻人, 就是有一个创业, 享受中国式, 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, 市场经济, 可以往饭吃, 到中国来创业, 让他到中国人的大家庭来, 求学创业, 是这个意思, 赵家可以到北朝鲜, 去开发房地产, 中文字幕。 谢谢大家